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贝索斯的净资产增至1385亿美元 自进入2020年以来 贝索斯的净资产已经增加了240亿美元 据外媒报道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促使更多人留在家里 导致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亚马逊 亚马逊从需求飙升中获益 Results财富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乔沈布朗 Josh Brown谈到亚马逊股票的表现时说 亚马逊在这场危机中成了最关键的工具 它具有可靠和不可或缺的功能 所以我们要把握每一个时机 让一切都变成很有可能的事 废话不多说 接下来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亚马逊卖家该如何去提升自己店铺的销量 对于新手也要收藏学习的 一选择足够数量的当性需求的产品 要想让自己的亚马逊店铺销量增长 首先需要有一定数量的产品在售 在平台上 每一个产品的销量都会有天花板存在 这个天花板也许是日出50单 也许是日出100单 但无论多少 随着卖家再向上冲的过程中 终会触及天花板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卖家店铺只有存在一定数量的产品 通过运营推动各个产品排名的逐步上升 才能带动销量的增长 与此同时 在选品上 卖家要尽量向刚性需求的产品靠拢 什么是刚需产品呢 简单来说 就是用户对产品功能的需求 大于对产品颜色 外观 款式 尺码等外在因素的追求 这样的产品 便于实现一款产品满足所有潜在消费者需求的目的 易于备货 易于推动产品销量的增长 是选品中重要的升量 当店铺中有了一定数量的刚性需求的产品 通过运营推动店铺销量增长也就有了基础 二 进行尽可能细致的listing优化 对于一个店铺的运营来说 仅仅友好产品还不够 你还得以合适的方式将产品尽可能的展示出来 看图购物是网上销售的典型特征 对于卖家来说 选出了好的产品 要想要产品有销量 一定要在优化上下功夫 无论是图片 标题 还是关键词 五行特性 产品描述等 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在呈现的形式上 都必须极其用心的呈现 只有出色的listing详情页面 才可能吸引到消费者 进而转化为订单 推动店铺销量的增长 三 做足竞品分析 找出差距 弥补不足 要让自己比竞品更好 凡是你没有想到的和没有做到的 你的竞争对手都替你做到了 亚马逊的运营永远不会是静态的 永远是在一个动态中找平衡 在对比中去超越 所以 对于卖家来说 要想让自己的销量稳步增长 一定要做足竞品分析 熟悉你的竞争对手 比他自己还熟悉他 竞争对手的listing详情 价格 促销 广告 video等等内容 都是我们要分析和学习的对象 取其精华 弃其其糟粕 如果你能够做到 你就会明白竞争对手才是好的老师的生意 四 设置有竞争力的价格 当前的亚马逊平台 不再是钱多人傻的草莽时代 卖家众多 竞争激烈 消费者也越来越学会 在众多选择中比价格 在运营中 只有让自己的产品售价 具有竞争力 才更易于在竞争中取胜 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而要想让产品价格 具有竞争力 你必须具有成本意识 选择合适的货源 合适的物流方式 合适的成本结构 才能让你在竞争中不至于处处被动挨打 在价格的设置上 卖家一定要能够横向对比 和竞争对手们比较 比竞争对手们更有优势 5.投放站内CTC广告 竞争激烈 流量有限 怎么样获得更多的流量呢 除了被动的等何靠 我们必须能够采取主动的方式去获取 亚马逊站内CTC广告 就是主动获取流量的非常有用的工具 6.引进站外流量 如果有可能 卖家还可以通过站外流量 来推动销量的进一步提升 站外流量的渠道 包括Facebook YouTube的粉丝流量 以及各种Deals网站的流量等等 但我也必须强调的是 对于一个依托与亚马逊平台 做销售的卖家来说 站内流量永远是主导 站外流量只是补充 如果本末倒置 盲目的追求站外的流量 则可能是被公办 以上都是自己的一些经验所得 和查阅资料所总结的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家有需要学习交流 可以给我留言私信